哈喽大家好我是永航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唠唠这个西游12传 群魔落武 也是呢好久没拿做这个西游记了 然后的话呢这一期的话呢 你会发现呢我们的主角呢是这个大脑虎 之后呢咱们呢会把这个 视频啊做一个剪切 因为的话呢这个他打的是一个什么呢 叫做进气 西游12传群魔落武的一个进气 究竟难啊本游戏呢最高难度的一个进气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 把这个小兵环节都给他去掉了 因为的话呢小兵环节是 看见破地是吧就是砍 所以说的话呢咱们主看这个boss这 那么呢第一个boss呢这个大 大银角在一顿这个 片刀飞舞之下呢直接砍倒 然后咱们来看这个 第一关的总boss青角王 银角王没有选择下去打 一个葫芦啊这个狐狸仙的话呢可能各位不太了解 包括呢我也不太了解 因为的话呢我玩这个西游戏的次数有限 然后呢狐狸仙呢这个人物呢在这个登场的这个人物里呢也是比较的少见 不多见 最后的话呢这个狐狸仙这个人物呢各种这个A招式或者这个跳A啊或者这个前前A 或者呢这个各种下B 这些招式的话呢都有一定的无敌时间 他呢主要打这个进气呢就是利用这个招式的无敌时间慢慢砍慢慢磨 那么呢咱们继续看啊当然了要辅佐一些道具是吧 没有道具的话呢还是搞定 还能需要配合一些道具比如说时间啊你看这个A的话呢躲了这个金角王的一个波动 就证明呢这个A是有无敌时间的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人物呢目击这个从这个性能上来看的话呢还是比较的牛逼的 因为的话呢出招无敌攻击范围又大是吧 然后呢这个位置也大只不过呢他的弱点呢是呃挨打 因为自己的体格太大了嘛 所以说呢挨打车的攻击范围也大挨的这个招式呢 比如说别人的话呢一招打这个孙悟空龙马一下可能大老虎就是三下是吧就这个情况 然后呢在这里为什么出门是两命啊我没看懂这一点啊 我现在是才自己看 他的出门呢是一个两命这位置呢丢了一个突破桩也不知道他打的是什么的版本 应该是一个我给你信任的版本啊 那这出门两命的话呢不太科学啊咱们继续啊来看这个第二关 第二关啊这并不是奖命了本游戏的话呢奖命是呃300万奖命 这是去莫乐的一个特色他这里应该是调的出门两命吧 正常来讲的话呢底下出门是称一他这里就称二多一步 之后呢第二关呢选择打红海尔开场的话呢连用了这个好几个这个冰扇 之后呢这个人物的话呢丢道具很多 因为呢你看这个丢道具他是把这个手一抬然后道具丢的非常高 这一点的话呢就像三国战机里边的这个关羽诸葛亮 他们丢小道具不太厉害 尤其是关羽啊会丢小道具特别的 然后呢红海尔呢第一次呢会被打跑 第二次呢再度登场丢一个钩子后一下丢一个引线一开始卡 这里丢了个蜜捡了个火把没什么用一会可能会丢掉 这个游戏的话呢火把跟这个吐鲁刀 这两个道具呢真的是感觉就是凑数用 然后呢本游戏最强的道具呢最强道具之一吧 那个气珠啊不是不减了因为进气嘛进气减了气珠不是疯了吗 然后呢一个跳脚踢掉了这个红海尔火把丢掉没什么作用了 那么呢两关轻嘴松松搞定第三关呢他选择了这一关 因为的话呢本游戏的关卡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你想去哪去呢想打奶光打奶光啊 这是本游戏的一大呃自由度上的一个一个体现啊 这点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的话呢这个白眼魔白眼魔艺术场的话呢 多了一个这个啊他的一个本体本体打死之后呢 他就会变身哎变成这个大怪 这怪的话呢非常厉害吧 在一代的话呢各位应该是吃过他的苦头啊 包括我也是啊我打说我还是非常的没有心得 这位置呢继续他就是利用这个白眼魔 卡位柔的能力然后呢跟这个大范围的攻击 跟这个白眼魔拼A 把白眼魔有点傻啊你倒是发不开啊离远了 哎对发这招啊 光跟这个大老虎一弄A过吗 哎来了一个波动 可以看到呢这个究竟难之下呢这个波动也是很合 这位置呢交给AB保持自己一个周全 该丢道具了果然丢了个一拳一 要办的话呢可能就没了 那么呢继续砍 继续出道再来一道直接砍死再见 这样的话呢是有精无险的呢拿下了这个白眼魔 那他上来打这个白眼魔有什么用啊 我没探索这点啊这白眼魔可以不打呀 这位置呢打了一套虎拳 虎鹤双形是吧有这个虎拳 然后那这位置呢是挑了个蜘蛛精啊 这蜘蛛精的三选一 如果猜对了打出一个定就不用打了 这位置呢这个跳过蜘蛛精 要不是蜘蛛精那也是天然头头的 这个位置呢击杀了两个火蜘蛛就不看了 然后火蜘蛛就打的比较的容易 那么呢咱们来看主boss蜘蛛王 蜘蛛王这个boss的话呢 第一次呢他是在这个池子之上啊池子之内 他不会就用那个小跳踢慢慢踢吧 或者用的一千千千万万千千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千千万万 可能就这么磨死了 早上都这么踢的话我应该剪切一下 这里的话呢 哎你看就是利用攻击距离 还要这个boss蜘蛛也还不想想吧 Hurry up可能丢个试验器了 这游戏的话呢 试验器呢不再像一带啊 那个 呃 极简极用的道具 这里呢是可以攒到包里 关键时刻再用一下啊 就是这个 游戏的试验器 你看这里吧 这里把这些试验器丢掉 那各位再看一会儿 求个水没有水了 来 求一瓶水 咱们回来继续看 这里开一下 开一瓶炉脚 看有没有再来一瓶 没中了 不是再来一瓶了 再来一瓶 我先干了各位 你们随意 我这里呢打开来一瓶 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法 Ride ball 好吧 咱们继续看啊 这里的话呢 这个 这个 大老虎呢 依然跟这个 依然跟这个 大蜕蛛呢 做一个这个活动 这里呢 终于动用了自己的招戒 感觉打得太棒了 招戒就是什么 这一关的话呢 属木 然后呢 这个 老虎也是属木 那不对 这关克呀 这关应该是属土 不好意思啊 属木 这关是木克土啊 这关的boss呢 是一个土 那么呢 应该是我方的一个主场 怎么这老虎打得这么不疼 那么在这个大老虎的这个 呃 刀盘腐劈之下呢 是终于把这个蜘蛛王呢 第一次打入了石子之中 但是呢 他第二次出来呢 他就跳出来了 好 这是本游戏的一个改动啊 一个塔直接压住 调道具 调了个钉 然后呢 看着A 准备这个钉的话呢 解这个燃焙之鸡 跑位 继续来 这A也不掉血啊 他这玩意啊 一个踢 感觉没踢 哎呦 这山海给我开笑了 这我没见过这么底的伤害啊 兄弟合个腰带吧 这伤害太低了 这什么玩意啊 这下我觉得就是啥呢 这下我就觉得好像都没客房 啊就像这个传奇里都没客房 包括现在的各种网游里 没客房 强力跳一点血 因为啥呢 因为你打死了 不掉血说不过去 我感觉就是这个 这里呢 终于叫了个通装 忍不住了 这山海不叫载道具 肯定打不死 一个时间叫完都打不死 这里呢 继续踢 当然了 该踢还是要踢的 因为你光丢道具 你道具也不够 这里时间又到了 打的一个蜘蛛定制之王 那是丢了两个时间近啊 这也是为什么呢 自己游戏如此之久的一个原因啊 也是为什么我给大家分两两集 两集呢 这个截取的原因 因为的话呢 而在我截取所有的这个小冰战 都给他去掉的情况之下呢 还打了整整一个小时 看你们算这一句游戏 加一个小时 可以打多久 将近两个小时 所以说的话呢 我是直接给大家做一个上下步了 上步的话呢 打一个二十多分钟 下步再打一个二十五块 二十多分钟 然后的话呢 在同一天发出来 合情合理 这里继续 一个T 躲过了蜘蛛王的一个波动 继续A 跑位 躲了蜘蛛王又一个波动 你看他这跑位还是很细的 然后呢前线T 再来主力输入技能前线T 这就是啥呢 就是这个 以质量是代替这个数量 以数量代替质量 回运到的二连 全比比了一连 终于呢 是在最后呢 拿下了这个蜘蛛王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 他吃了个什么玩意 加了一个多个气啊 好吧 无所谓了 乐意吃啊吃啊 然后那下一关呢 再选择了打水关 水关的话呢 有几个时间器 应该呢是为了把时间器续吧 因为这种打法之下呢 挺缺时间器的 海胆王登场 依然是老套路 接着听 射箭控一个场 调好隐神医 因为的话呢 这关的隐神医非常多 关的隐神医呢 用完就有 你不用的话呢 减三个就减法了 玩 在这个海胆王突破 往上防线之后呢 选择了丢了一把隐神医 然后呢继续赶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个怪物这个 攻击一下这个血量啊 你也能看出来 这个究竟然是吧 海胆王随便处一下呢 掉了四分之一的血 这位置呢 再施了一元一 丢吧 开始平卡 没有选择丢 跑一个位 定一下空一个场 走过来 调了个大塔 不准备丢 直接直接卡 这个塔是有作用的 对啊 这块打死还爆塔 这个塔的话呢 是定这个大鱼的 这关的boss呢 是一个大年鱼 小时候的话呢 我们玩这个CG Super 这个大年鱼的话呢 经常是我们 童年的最后一关 没什么好说的 是吧 包括我也是 所以说的话呢 他这里呢 留一个塔 打这个大天鱼 那么呢 海胆王拿下之后呢 把这个刀具剪一下 随便剪一下 然后呢 金克木 这关的话呢 还不被进环境啊 还不错 这里来 之间呢 见到了这个 一代的最终boss啊 就是空天和凯的霸主 金鱼精 这个家伙真的是屌啊 但是这个时间器可能要交了 因为的话呢 这个本游戏的话呢 不像三国战地 接一个boss时间加满 这时间的话呢 就是那些 打的慢就没有 你都也接不见boss 就这段时间 不玩之拉倒 这是游戏设计的初衷 然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利用这个灵活的跑位 加上这个非常变态的平A 因为他这个平A真的是变态啊 攻击距离又远 然后呢 Y轴也广 是X轴也广 X轴也广 哪一轴都广 但是的话呢 他这个 跟这个大鱼钢正面也不稳 不稳也不稳 而且呢 他这树招有无敌啊 他这平A树招有无敌 如果呢 你是把这个节奏掌握得好 你是可以一直跟这个怪抢招的 你看 而且他这还防后 看着 后面那个导航鱼 瞅准机会导航过来 撞过来了 被他A回去 所以说你看这个玩意 很厉害 看是吧 后面这个大虾 这个大闸蟹 想掏后盘绕后 没用 这就是老虎牛B之处 当然了这个我依然觉得 黄海尔是最强的 虽然说的话呢 黄海尔这个普攻能力什么的呢 不 跟这个老虎比不了 但是的话呢 我依然觉得黄海尔是最有些个技巧的 那么呢 接着卡 继续卡 再来 好了 这脚踢躲过了这个大鱼的一番攻击 还是可以的 只不过 输我之前啊 这伤害也太低了吧 这完全打的是一个耐性啊 当然了不光是耐性 也有技术 只不过的话呢 耐性的成分更大 因为的话呢 这个游戏怎么做的 把这个东西怎么做的 像你这种打法的话呢 就是更加的需要你的耐心精准度 需要这两个东西 因为的话呢 你每一个A你就要A的精准 只要躲过BOSS的攻击 要攻击到BOSS身上 不能出一万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 你在这个高度这个需要集中精力 A的这个情况下呢 A的次数越多 那么呢你失误的几率就越大 比如说刚才 鲸鱼精呢 从这个水底下出来那一脚 如果捏一个早 或者A瓦了就挨踢了 是吧 所以说呢这个游戏 这个打法的难度呢 就在这儿 就在这儿 这里呢是捡了一个雷电斧 准备的一会儿可能会丢一丢 这里把气提上来 防止出头招 你看那T系这下 能看懂是吧 究极难 气一提 气呢消失的非常快 然后呢直接捡到三分之一处 这里呢挨了大鱼第二下 快死了 这个游戏究极难之下呢 是前期你中怪物三下就死 后期你中怪物两下就死 这里呢来了一手这个雷符 打的输出 追地吗 追地踩一脚 丢道具吗 金刚罩 玄冰火 再来个金刚罩 拿下 大鱼是怕金刚罩的 走 第六秒不够砍死吧 五秒 四秒 三秒 大鱼怎么跑那去了 迷路了 还真砍死了 还真砍死了 看看到不到点吧 剪剪刀具 还有零秒 丢了个时间 我感觉就不够了 这样的话呢 丢一个时间呢 也省出一个格子 可以捡一下别的道具 捡个雷电机吧 然后呢咱们继续往下走 来到了下边这个大鱼 大鱼登场 开始呢是两条小年鱼 然后的话呢 两个鱼呢合成一盘 变成一个大鱼 那么我们来看 水量如此之低 这两个鱼怎么搞 跑位 跑位躲张 这两个鱼的话呢 会这个潜入地底 然后呢这个出一个尾巴 扫一下 真宗的招子 但是呢这个大老虎呢 就是A 你强着你强 老子骗刀啊 就是一种小骗刀 好好骗骗你的 前前A的位移 躲了一发 继续A 就是A 因为这个进气了嘛 你不给你还能打的 是不是 你不能不打了啊 再来 这游戏这个进气的话呢 你该说不知道 用你的老虎闯到大了 用杀无敬感就能好大 杀无敬感就能好大 杀无敬的话呢 在西游戏 呃这几代啊 珠代 依然是这个平A的王者 因为攻击力够高啊 这玩意儿 你刚才一不掉血啊 虽然说他无敌 但是 你这伤害也太低了吧 你看这 灵活的走位 为什么有那么一首歌唱的好 你吧 两只老虎的跑的快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跑太快了 那么的话呢 两个小手冠的 其中一个把这个血量呢 A到这个血线 呃这个 变成血线以下呢 可以跑路了 竹A一个是最好的 差不多了 继续跑位 踢 跑位 两怪呢 基本倒地一次呢 就会出一个那招 不倒地 十秒了 又要丢时间剂了 这关的话呢 不要好奇哪来那么多时间剂啊 刚才的话呢 有个地方能减时间剂 呃在大鱼的上边 水上呢 能减两时间剂 完了死命了 这时间剂少了 这样的话呢 第一命阵亡 他这里的话呢 比这个正版的话呢 他是多给自己调了一平 啊 这种情况之下 算不算翻过位 我也不太懂 反正他们可能西游机 有西游机的说法 这位置的话呢 歪招 卡一个歪招丢一个塔 这也是呢 这个 呃通用的一个套路了吧 从那个西游机 搜索开始呢 就是这个套路 这个套路的话呢 就叫卡大鱼 就是呢 把这个大鱼的开场呢 直接给他往这个开场位置 偏上一线多的位置呢 丢一个塔 直接压住 这样的话呢 由于这个大鱼呢 没有任何的位置技能 他就出来了 卡死了 但是的话呢 说我这样啊 这个卡死了的话呢 时间也不够 他这关的命应该是必死的 应该是必死的 就是这个打法之下 这个命应该是必死的 因为的话呢 因为的话呢 那前边的这个 也不应该是必死的 前面打快点 海党王不怎么耗时间 然后呢 这个 呃 鲤鱼星一命就够了 然后的话呢 这关呢 是有几个时间 我算了 这关是有 两个时间 那必死 那必死 你俩时间不正好 啊 俩时间好不正好 小鱼的话 时间就不够了 大鱼时间散播 那这关真名是必死的 因为的话 你这眼瞅着 这时间不够啊 所以 除非你狂就道具 你身上还没道具 是吧 所以说呢 他这个难度的他难度呢 另外一点的 大老虎这个刀啊 再磨一磨了 让我想起了谁的这个大法 让我想起了封鱼在一起 跟关语 我自己想跟关语 我还不想笑啊 然后想起了他跟关语 这位置呢 依然是利用自己的无敌招 来躲这个旋放 他这个旋放的话呢 看着满平 但是呢实际呢 这个判定时间呢 只有那么不到一秒 只有那么不到一秒的攻击时间 所以说的话呢 只要你熟练的把这个攻击时间躲过去 他也就可以了 这个时间不知道能不能省啊 这个时间如果是能省的话呢 这个时间如果是能省的话呢 应该就不是必死 但是呢我感觉省一下 继续卡 好像够了 随便再丢两个道具就够了吧 现在时间的话应该差不多了 虽然我休息玩的不多 但是我预计这个时间应该差不多了 可能呢最后需要丢两个 金刚兆什么的 再卡 大鱼没旋风 那再卡 他这位置 为什么一定要把大鱼也倒啊 就一直大鱼两下 他不就不旋风了吧 果然10秒 可能就选冰斧了 这个时间真不够了 又是卡 最后一刀 这第四刀伤还比较高 5秒应该是够了 那这样的话呢 这关不是必死 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关这个时间啊 掐的是有点紧啊 有点真紧 那这关不是必死 深深留一个时间器 来到了下一关 下一关的话呢 他选择了这个三仙这关 然后呢我视频的这个上半部呢 就是大家做到这个三仙完事 啊速到这个三仙完事 首先先打大鹿 然后呢打这个大羊 最后的话呢打速格 狂感大老虎 他的分数呢也是来到了160万啊 这个分数的话呢 我目测砍到最后一关能奖命吧 砍到最后一关冰魔王 应该是可以奖命 因为这个砍的话呢 虽然说这个 啊没下的分数低 但是呢他这个啊 你砍的下数多元加破 所以说呢这个奖命 应该是不成问题 然后呢咱们继续攻击啊 那他这个的话呢 就是呃 深深目前的话呢 还省了一个时间 就是上一关以命换 后边的话呢 如果时间是肯定吞跑了一个安排 或者说哪一关呢 本应该死命了 但是呢多用不了一个时间 那这样的话呢 他在这个一臂啊 正常游戏的情况下 应该是过不去的 是吧 这么说应该是没什么矛盾的 因为的话呢 毕竟这个阶级游戏嘛 投币两命 还是一个初始状态 是吧 他这里呢是一个投币三命 然后呢 这里继续攻击 踩一脚 再砍 再砍 这个路还是比较傻的 这个路的话呢 在这个老虎面前 真的是 不堪一击啊 唯一就是 砍快砍慢的 因为这个路得几招 很明显一招都打不着这个老虎 不愧老虎是老大 好 问题不到 你看踩就躲 再踩又躲 你说你有啥招 这里AB 求了个稳 然后呢 这玩意就 跑远点 就这三招 这老路 真是不堪一招 继续 前前A 位移同时带无敌 躲踩还给一脚 再来 他这前前A对位移用的 非常的给力 继续 上上跑 还是便宜输出 便宜输出的话 那伤害还是高 因为的话呢 虽然说 伤害都一样 但是呢这个东西 这样的话呢 这个时间应该是够的 因为的话呢 他前面推了两个这个机关 右下角出个密道 我到这里看不看 出密道的好处呢 就是这个老路死亡之后 这个可以直接走 不用再进门了 这就是出密道的好处 我们来看 两秒 足够 因为老路死亡之后呢 这个时间不走 因为你推开了密道 然后呢 不停过密道 OK 这样的话呢 时间就够了 咱们呢来看这个大羊 激战大羊 大羊的话呢 正常来讲呢 是有气的话就好打了 卡在上面这个坛子 让这个大羊下不来 一顿加气 一顿小必杀 别的坛子揍就完事了 但是呢 他这个呢 是卡外招 卡外招的话呢 一顿小金卡 大羊怎么瞬移跑到顶 了 羊还会瞬移吗 我以前怎么不用 这里呢是鸡血 没什么好说的了 连砍带销 这个大羊的目测呢 不是对吧 这个大羊的话呢 也是三招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蝎穿还有点用 这蝎穿呢 类似于司马迪的这个 蝎穿位移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大神的话呢 十颗黄的这个蝎穿 他会在这个大羊 身体的正上或者正下 或者正中间打 这样的话呢 大羊即便蝎穿 也是呢 穿不到的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大羊呢也是 轻轻轻轻轻了 就是抹点时间而已 当然了 他这个对他来讲是轻松啊 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呢 他要保证这个束缚率 要不然的话呢 时间不够 这个玩法呢 时间是个最大的敌人 我指的这个轻松 是对他轻松啊 如果说我上位行不动 然后呢再继续 他这里是故意把这个大羊 砍到左边 然后这个大羊的话呢 起身扔电 电不着他 哎好中了一波 还好起身大羊 没继续攻击 你可以看到呢 我前面说过的话是吧 这个究竟难之下呢 你到后边的关呢 你是前面的关Boss三下杀 你后边的关Boss两下杀 甚至到最后一关的话呢 我玩过那个版本 有的最后一关Boss 他一下子打死了 然后那个大眼珠子 或者那个大幻魔 哪招都直接死 那个不到什么难度 挺变态的 然后的话呢 这里继续砍 把这个大羊拌一拌 最后的话呢 因为他这个进气模式 好多的道具都拿不到 因为那这个修机群魔落屋里呢 有的这个 那么一个特色 就是说那不少道具 都都在箱子里 然后这个箱子的话呢 你需要加满器开才有道具 所以说的话呢 他这样的话呢 一部分的道具呢 还拿不上 挺坑的 这里有个雷电机吧 推完之后有个桶下来了 这怎么改版了 怎么回事 好吧没有就没有吧 咱们来看啊 自个儿砍自个儿系列 小子们把门锁紧了 我要砍这个绿老虎 这位置呢 用BA先把这个老虎的开场攻击打断 然后呢 继续开卡 用这个A躲了这个老虎的一个铺 这个老虎很厉害 这个老虎的话呢 在西游戏一带里面卡住墙 然后的话呢 陆续到这个S COG Super 西游戏群魔落屋里的 这个老虎的话呢 也多了那个斜冲的招 类似于司马仪的那个斜冲 然后的话呢 他空中的这个扫刀 他是改成这个追踪了 不再像一带那样了 傻愣愣的就往哪一扫 所以说呢 这个老虎的能力呢 是大大加强了 而且这里的话呢 自己打自己伤害比较高啊 不倒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好像比砍其他俩 就是伤害来的高 好像并不高 这个千千一踢成之后 我马上了 还在玩意儿 那这样的话呢 时间就不知道够不够了 可能要配合两个道具了吧 这里的话呢 是老虎的一个 或者说全BOSS的一个固定必杀吧 什么必杀呢 就是 选人 随便选其中的一个玩家 然后呢 让玩家定义这个15秒 不不不 15个数字 这个15个数字的存在期间呢 你的人物呢 会持续掉血 什么时候呢 你把这个15个数字没 就不掉血了 然后呢BOSS呢 会出在一个无敌状态 人们没这个数字的话呢 它背不正好 这么一招 那么这里接着踢 由于的话呢 进气了 我方也是主场也进不了环境了 当然这不是主场 同属性肯定是主场 这位置能躲开吗 不开玩笑的 刚才那个飞刀肯定是要丢道具的 因为这个飞刀是 大范围持续判定 用平A的瞬间无敌 肯定是躲开的 这里的话呢 前前提一躲了这个钻刀 这个血量的话呢 就不按摩了 碰一下就死了 它这里的依然在输出 老虎的狂暴 扔一个钉 让它冷静冷静 继续来 身上有很多的大道具 调了个雷电机 可能一会儿丢了 就继续A 继续 老虎呢还有将近31的血量 有点难搞 跑位躲 钻 狂A 狂 狂A 我A 我就是A 继续跑位 再A 再A 好吧 时间不够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呢 它前面剩的那一个时间器呢 就得在这丢了是吧 这不丢时间显然是不够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呢 呃 这关得死一命了 是吧 相当于这关得死一命了 那么这么看就像呢 它如果神神三没有时间器 神神三没有时间器 没有了 这个时间器的话呢 是在 第三关水关 那个 呃 那个那个大鱼的脸中生命坏了的 那么呢 就是相当于这里就是死了一命 这样的话 那如果后边再死一命 后边再死一命 是零命通关的话呢 就对于正常的阶级来讲 它这个玩法就贵了 咱们的后续再看 然后后边的话呢 剩一命通关 还是最后 还是正好最后一命通关 来看看这个 这里继续攻击 跑外 继续贴 诶 继续躲这个 那啥 然后再踢 再踢 这攻击真是太低了 老虎真的是 有低的令人发指 那么好吧 伴随着最后的这个 给这个大老虎 这个砍完之后呢 咱们先提前啊 感谢一位这个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这个大神玩家 是吧 我呢是本期的解释友好 感谢呢大神带来一个 精彩的一个 精气表演的一个上半部 然后呢下半部呢 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天发出 然后呢咱们到时候啊 不见不散 拜拜